大家好我是苹果妹 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在iPhone上面 直接将图片转成PDF档 过程中完全不会用到任何捷径以及APP 这上一次我们做完PDF跟图片互转的捷径教学之后呢 我发现iPhone上面其实本身就已经带有图片转成PDF档的功能了 我们今天呢直接就来看一下如何使用这个功能吧 首先呢我们打开你的相簿 在相簿里面呢找到你要转成PDF档的图片 然后我们按右上角的选取这里 然后把你要转成PDF档的图片都选起来 就是说我要转这四张 然后我按一下左下角的分享键 然后我们到下面呢选择这个储存到档案这个选项 接着呢你就可以选择你要储存的位置 或者是你可以按右上角新增资料夹也是可以的 选择完之后呢按一下右上角的储存 接着我们打开档案的APP 就是这个蓝色的资料夹 这是内建的APP 接着我们按一下右下角的浏览 然后去找你刚才储存的位置 如果你找不到的话呢可以按左上角的这个浏览 它就会回到上一层 找到你刚才储存的图片之后呢 我们按一下右上角的三个点点 接着按选取 然后把你要转成PDF档的图片选起来 然后呢我们按一下右下角的三个点点 这边呢第一个选项就叫做制作PDF档 点下去 接着你就会发现你的同一个资料夹里面就出现了一份PDF档的文件 点进去 接着它就会把我们刚才选择的四张图片制作成有四页的PDF档 那接下来你就可以对它重新命名啊 或者是你要分享之类的 你就长按这个档案就可以了 这边就有重新命名或者是你要分享在这里 用这个方式呢就真的可以在iPhone上面非常快速的把图片转成PDF档 而且完全不用任何的程序 好那我们今天快速的转PDF档教学就到这边 如果你还有任何疑问啊或是想要选的iPhone教学 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 我是苹果妹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